一个光头从密不透风的房间中醒来 每面墙上都有一个闸门 他随机打开一扇 望向里面布满了红色 感觉不妙没有进去 再打开一扇 这个似乎没有危险 壮着胆子爬了进去 可刚走了没几步 男人瞬间被切成了肉块 手上沾满血的老黑突然爬了进来 在那里他看见了昏迷的建筑师男人 之后同样穿着球服的女医生 数学系女大学生和一位老头 也纷纷进入这个立方体当中 然而他们似乎都失去了记忆 根本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当几人还在分析这里时 这时老头已经默不作声开始行动 他把鞋子扔进了另一个房间之中 成功地触发了机关 鞋子被烧成了一块废料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被吓得不轻 纷纷直言这下死定了 然后老头告诉你众人 每个立方体都有六个通道 分别通向其他立方体 但只有一个是安全的 稍微不注意就会触发致命的机关 作为警察老黑显然更快地接受了现实 他安慰众人 同时让大家跟在老头后面逃跑 通过老头的解释 人们也知道除了鞋子 可以触发的运动传感器外 还有化学分子传感器 他只能检测皮肤释放的硫化氢 而鞋子却无法触发 老黑看着经验丰富的老头 质疑他为何对此了解这么多 突然注意到这其貌不扬的老头的名字 正是被称为飞鹰的逃生大师 他曾七次逃离戒备森严监狱 莱恩当即承认那正是自己 并警告大家不要太过张扬 众人心想这下跟在大佬后面 一定能逃出圣天了吧 可老头刚装完毕 就踏进一个立方体中 结果立刻被腐蚀性液体炎射 尽管众人很快救了老头 但此时他的脸已经很快融化 在痛苦的哀嚎中死去了 越狱大师的死 让剩下的人陷入了更深的焦虑 但老黑有强烈的求生欲 他还有三个孩子在家等着 无论如何他都得逃出去 所以他利用警察的专业知识 开始分析所有可能被忽视的细节 然后他注意到 所有人身上的随身物品都被拿走 唯独女学生的眼镜还在身上 而女学生的习惯是 只有在算术时才需要眼镜 这让老黑想到每个入口处 都有一串不明的数字号码 所以女学生戴上眼镜 用自己专业的数学知识来分析 经过简单的计算 女学生发现机关只存在于 编号为质数的房间中 这让一行人兴奋不已 随后在女孩的一一排查下 大家又开始向前继续探索出路 在前进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另一个 从上面通道掉下来的傻瓜 傻瓜的情况引起了医生的注意 医生善良的职业本能 让他决定好好照顾这个傻瓜 带他一起逃跑 所以人们继续前进 但不久之后 在一个女孩判断安全的房间里 老黑意外地遇到了机关 幸运的是他反应迅速 纵身一跃逃脱了 然而他的腿却还是被割伤了 陷入了无法控制的恐慌与愤怒之中 而且早就看这个 一只光动嘴不出力的建筑师不爽了 建筑师坦言自己只是消极地等待着死亡 他似乎知道智力并不是判断房间安全的关键 所以在老黑言语的挑衅逼迫下 男人终于透露了真相 原来正是他为笼子设计了金属外壳 笼子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立方体 但他只是这庞大工程中微小的一环而已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立方体的结构奥秘 更不知道这地方设计出来究竟是为何 所以他们根本逃不掉 得知真相的老黑歇斯底里痛打了建筑师 简单的口算过后 得知这里至少有一万多个小立方体 每个房间的数字实际上是笛卡尔坐标 通过计算女学生很快确定了房间 在整个立方体中的位置 只要他们向前移动几个房间 他们就可以去到笼子的最外层 看到胜利在望 一群人燃起了希望继续向前 但他们很快就来到了一个有声控装置的房间 这时每个人都看着经常大喊大叫的傻瓜 老黑认为这种疯子是很大的负担 很可能会杀死每个人 但医生仍然坚持要带上傻瓜 所以在医生的坚持下 傻瓜等人成功地到达了另一个安全的房间 然而就在老黑最后一个准备进入下一个房间时 傻瓜还是忍不住叫了一声 吓得老黑是菊花一锦 所幸是老黑还是迅速闪进了房间 幸免于难 但只是傻瓜的行为完全激怒了老黑 他想彻底丢下傻瓜 让他自生自灭 然后医生站出来阻止了愤怒的老黑 可老黑受不了医生的言语 一巴掌招呼了过去 虽然团队矛盾剧 但幸运的是他们按照计划来到立方体的最外围 建筑师马上就打开了边缘通道 结果他们迎来了无尽的黑暗 但人们不想被绝望击倒 他们立即决定去另一边看看 医生自告奋勇前去侦查 所以众人用衣服连成的绳子拴住他来到房间外面 但就在医生准备荡到对面的时候 房间突然震动了 人们摇摇晃晃地松开了紧绷的绳子 幸运的是老黑迅速跳出通道抓住绳子 医生才没能掉下去 但就在老黑挣扎着把医生拉上来后 他的眼睛突然充满了杀意 然后他松开了紧紧握住医生的手 医生绝望地摔倒在无底深渊 之后老黑把医生的坠落伪装成事故 敦促女学生继续寻找出路 然而医生的死时女学生的精神濒临崩溃 他不想再动脑子了 所以人们只能选择休息一会儿 出乎意料的是 老黑利用大家的休息把女学生带出了房间 失去理智的老黑想让女学生和他一起偷偷逃跑 说着还开始动手动脚 这引起了女学生的反感 这时建筑师和傻瓜也冲了过来 知道世纪败露的老黑这下彻底不装了 他殴打了前来阻止的建筑师 毫不避讳地说医生的死是他故意放手的结果 与此同时为了报复建筑师的好事 老黑打开了下面的通道把他推了进去 但意想不到的机关还没有启动 房间里只有他嘲笑的笑声 当所有人都进入房间时 他们发现了之前死去的越狱大师 这时大家才意识到 长期以来大家只是在原地兜圈子 这样的事实彻底击败了老黑的心理房线 他绝望地跪在地上抽起 只有他一直想抛弃的傻瓜上来安慰他 然而一直沉默的建筑师通过观察发现 一个通道通向了立方体的边缘 但他一开始是与另一个房间相连 这表明其中一些房间会移动 这也是房间不时产生震动的原因 听了灵光一闪 女学生立即推断出整个迷宫 应该是采用笛卡尔三维坐标系移动的规律 通过引入数字计算 女学生发现他们一开始遇到的一个房间 被排除在整个立方体之外 说明只要他们回到那个充当电梯的房间 他们就能逃脱到达入口 这让每个人都看到了新的希望 但此时女学生又给大家浇了盆冷水 原先计算质数来判断房间安全的方法是错的 只有当坐标中没有质量密时 房间才是安全的 但由于计算量过大 他无法口算坐标中三个数字中是否含有质数密 就在这时听到数字的傻瓜开口了 他出乎意料地解决了他们目前的问题 原来傻子虽然精神有问题 但他是一个对数字极其敏感的天才 原本对傻瓜厌恶的老黑 嘴脸也瞬间丑恶了起来 对他而言每个人都是他离开房间的钥匙 如果别人不能为他服务 他会毫不犹豫地干掉没有利用价值的人 所以为了摆脱老黑的控制 建筑师设计让老黑掉进了地板下的房间 三个人摆脱了他的趋势 之后在三人的合作下 他们成功地来到了最初的那个白色房间 当房间再次移动时 他们成功地到达了红色房间作为过渡站 在期待的眼光中傻瓜打开了门 耀眼的白光立即涉入 他们也立即看到了出口的象征 只是这时建筑师打算留下来 他告诉女学生他对外面世界的人性完全失望 恰如宛如野兽的老黑一样 他只想看着小文和傻瓜安全离开 但就在几人交谈的时候 一发尖刺从他的胸口穿出 原来老黑还没死 挣扎着找到他们 刺死了不顺从的女学生 然后他又用锋利的尖刺刺向了反抗的建筑师 这让受惊的傻瓜立刻爬到了出口 老黑也想冲出去 被男人拼死地抓住了 看到震动再次发生 作为桥梁的房间立即开始移动 卡在通道里的老黑瞬间被移动的房间划分两半 只留下一条长长的血迹 最后建筑师完成了这一切 像了却了心愿一样 瘫倒在女学生身边 平静地迎接了迟来的解脱 而离开立方体的傻瓜则无知地向外走去 慢慢消失在耀眼的白光中 不知道等待他的史蓝天白云 还是下一个易次元杀阵